北市議員李鑫 離奇從前七十樓的住處 最樓身亡 當時最後看到他身影的 是十樓的鄰居 透過窗戶往外看 還大喊不要跳 但這一看 能夠具體看見 是否有外力介入嗎 而政壇人物離奇身亡 又起指這一樁呢 前立委朱新宇 一把拉住當時的立院同僚賴清德 又是掐脖子 又是頭槌 問政火爆了他 2003年遭黨團封殺 一氣之下退出民進黨 反而現在的民進黨的觀念 是非常非常的觀念 這是我要講公道話的 2013年2月 朱新宇喝醉了酒 搖搖晃晃進了旅館 但沒想到這就成了 最後的身影 被人發現上半身赤裸穿短褲 凸死在高雄一家摩鐵浴室內 一跑高粱酒還放著安眠藥 過去曾經涉入豪賭的朱新宇 離奇沉屍摩鐵死因沉迷 這個在政壇 其實我們不管在中央或地方 民意代表或者政治人物 提到這些政壇的前輩離開 除了覺得不勝唏噓之外 都會覺得說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不只民意代表 今年2月 新北市地震局副局長王聖文 疑似射入新莊瘟子罪重化區案 新店中央新村北區區段徵收案 以入股的方式賺取400多萬的佣金 但王聖文卻選擇用跳樓自侵 到底是不是和廠商吃飯 招人設計拍照 被掐著脖子走 也留下了諸多問號 我們感覺都很好 家庭 金錢什麼都會玩 都沒有什麼都很好 竹南地震事務所主任賴紹本 2011年被發現 曾是竹南龍鳳漁港 妻子聲淚俱下 控訴移出錯字圖改連篇 死前手機不斷變換位置 到底是自殺還是被自殺 政壇人士離奇怪案 不曾隨著時間而減少 記得王偉朱顯民台北報導 歡迎大家看給我們 既然,既然說明